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们2020年 我认为非常骄傲 非常值得观众来看的 来学习的一位嘉宾 他就是一个 其实他是创投家 看他虽然很年轻 但是他已经有超过20年的经验了 是的 是 他的名字叫做皮特谢 谢中高博士 那你希望我怎么叫你 你叫我皮特就好 叫你皮特 好 那就跟我们的viewer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皮特 我在Acorn Pacific Ventures 我是他的general partner 好 什么叫做general partner 我们看到很多影片 说有高级合伙人 什么创投合伙人 那你这个合伙人是属于哪一类 一般在一个创投公司里头的合伙人 有两种 一种叫做limited partner 那他就是我们的投资者 为什么叫limited的原因 是因为投资很多的角色 事实上是general partner在负责 所以LP 他的这个权责就受到 他的这个义务会比较少一点 他就假如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 他不会被人家告到 他的责任 liability也比较少 但是做general partner的话 我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身上 哈 我们上一次见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 但是我觉得你的风采依旧 非常谢谢你 真的呀 非常好 其实老了蛮多的 不过我们努力吧 哈哈哈 你也一样啊 你也努力在维持外形的年轻 你看一样太好了 所以这个就做我们2020年的新年的大计划之一 太好了 就是让我们的心还有身体还有灵都变得更好 当然希望这一次不只是2020 而且是the next decade 对对对 这个是在我们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刚刚开始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那么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已经在荧光屏上面 看到你的学历经历等等 这个我就不要再继续再说一遍了 可是呢 我今天的角色就是替我们娱乐漫谈 所有旧金山以及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想要了解 2020年以一个创投家的角色 但是是要以你私人的想法 到底要投资在什么地方比较容易成功 对我觉得2020年的这个变数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我们先rewind的回去大概两个月左右 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外头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我还会引用一个数据 2019年在美国上市IPO的公司 大概是有85%都是不挣钱 也就是at the day of IPO 他在美国那他那个时候上市的当天 他的EPS是负的 那个时候在2019年大概占85% 但再回去呢再看到1999年是上一次的高峰 大概是82% 所以经历从99年到19年这样子20年的时间中间 这个不挣钱的公司在1999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peak 在19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peak 所以这实际上对我们大家要再做投资不管是long term或short term都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那再对不起我回去讲一下更正是2018年是85%是不挣钱的 好不是19年 那么我又看了最近又看了一个数字到了2019年这个不挣钱的公司的百分比呢 从85%一下子已经降到只剩65% 所以在19年我们发生很多的事情 最大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Soft Bank投资的WeWork 哦哦对 对因为他上市的时候呢 这个招股书让大家看到啊 这个公司假如这次没有融道资的话 这个下一年的第一个季度就要挂了 最近我又去看了一下去年也就是2019年这个同样的数字也就是上市当天看你过去12个月的EPS是负的百分比在美国的公司呢 变成了65% 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 对 因为WeWork的这件事情使得在华尔街去年开始着重一个公司的profitability的可能性 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独角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去这几年其实独角兽的追求非常非常的这个蜂拥而至 使得假如你去看平均一家独角兽甚至要花800个Million US Dollars才能创造一家独角兽 那其实是一点都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我相信到了今年我们开始进入2020年profitability的一个公司 不管我们是投资公司股票或者是Venture Capitalist投资一个private公司的股票 我们都会比较真正的注意一个有potentially能够becoming profitable的一个business model 嗯好那就像是我们的理解像我们广大的观众群里面的理解就是像看到像Uber跟Lyft现在都IPO了 但是这两家公司呢他们都在比谁赔的钱比较少 是对不对就这个意思 那么也可以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本来打算IPO的但是真正有IPO的这个数字是不是减少来判断来predict以后的市场会是什么样一个味道 对无论如何我觉得会有两个大的force 第一个是世界上很多的uncertainty在过去年还有今年发生 这个uncertainty一定会让大家比较保守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大选还要在快一年才会发生 也就是在2020年 对的还有11个月左右才会发生 所以这个force会lift或者是维持这个股价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force会一直在打仗 但是呢这个uncertainty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花更多的精神去注射 我们做创投其实也要注意 原因很简单 假如我做的是B2B的投资的生意 那么我的被投资公司 假如他要做一个business方面的客户 那个business客户他自己也许是一个public company 他的股价受到影响使得他的behavior 他去purchasing the power of health consideration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大家虽然说做创投是跟public market是脱钩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挂钩 好您是在创投里面很少的几位 在中国也有10年以上的创投的经验 然后在美国也有 那么以一个我们像这种专门买卖common stock directly或者是indirectly的人来讲 在投资中国和投资silicon valley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还有哪一些陷阱 这个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当年在中国投资 每看一个项目都要写一张NDA 都要做一个保密协定 他们才会让我们看他们的项目 但是在美国几乎没有一家公司 让我们做保密协定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公司 在过去的15年当中 都是不断的增长为第一要务 增长是硬道理 但是美国的话就有很多种的 variety 对 ok 但是你看像百度在美国也IPO 也上市了好几年 现在又到香港去 这个意味着什么 他需要更多的钱吗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 阿里巴巴对不起 没有关系 阿里巴巴 现在假设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 或者是一个非上市公司 我都会觉得现金为王 因为probability越来越重要了 哦 ok 原来是这样子 ok我们很快的这个第一段的时间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我们听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就回来 谢博士我们待会再谈 谢谢